马英九 有分析称刚刚被宣布无罪的马英九和郑宝埃就医不断寻求特赦的陈水扁已经成为了蔡英文不得不面对的烫手山羽如果无法处理好这两位人物的相关议题蔡英文的执政将四面除阁蔡英文将如何处理马英九和陈水扁的问题这又会对民进党当局的执政产生哪些影响就这样一些问题的我们邀请到两岸的两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我们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王炳中先生您好 李红您好 朱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北京我们邀请到的是京台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松林先生您好 您好 李红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最近关于马英九和陈水扁的相关新闻以及蔡英文对这两位现任领导人的相关态度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民进党及民意代表科建民宿马英九教唆细密案日前再次被驳回 确定马英九无罪 这是马英九卸任后首件获判无罪确定的官司 此外自蔡英文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 绿营要求特赦陈水扁的声音有增无减 但蔡英文对此迟迟没有响应 针对这两位台湾地区前领导人的相关议题 有台媒分析指出 玉盈对马英九频频频追杀不成 陈水扁能否特赦也迟迟无法确定 这不仅使蔡英文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也显示民进党集体堕落 完全失去是非标准 我们知道马英九卸任之后 民进党一直对他进行追杀 那么教唆限逆罪是民进党给他定的一个罪名 但是现在马英九被宣判无罪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涉及到教唆泄密 那是不是等于民进党对于马英九的政治追杀 已经告一段落了 目前看起来这种政治追杀应该是还没有完结 而且涉及到马英九的案子可能还会有很多 因为提告是没有什么本钱的 提出来之后 起码对于政治的人物来讲 本身就会对他产生一定影响 造成一定的社会舆论 那么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本身就会对社会的舆论进行一定的引导和冲击 即使到最后判决出来了 这个人没有罪 然后是清白的 但是社会影响已经出去 老百姓可能关注的不是最终的结果 过程已经形成了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和对政治人物的一种评价 刚才您说到没有本钱的这样的一种提告 但是没本钱却耗费时间和精力 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追杀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放在执政上是不是更好呢 那当然是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 但是在当前的台湾的政坛上 尤其对于民进党来讲 追杀国民党的主要的前领导人 追杀国民党内部的这些精英人物 包括对国民党进行党产的清算 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这样一个隔禾 隔道段的一个战斗 对于民进党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这样的话 即使他执政执的并不好 但是对手永远被打倒了 执政再不好呢 自己也可以在台上实现他所谓的永续执政 我想把心思用到这里 恐怕比用在执政上 花费的能力要小得多 花费的时间成本相对来说要小得多 对他们来讲收益可能更大的多 我想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样的一个做法 本身有利于民进党的执政 但是确确实实的不利于台湾社会的发展 不利于台湾的民生福祉 也就是说民进党 把国民党作为他的一个政敌 和一个追杀的对手 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我们看到陈水扁特不特赦的问题呢 一直也在民进党内部呢 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那么蔡英文在选举的时候 曾经呢有过这样的表态 说如果他当选 他可能会考虑去讨论 陈水扁特赦的问题 但是他执政之后呢 就没有下文 而这一次呢 蔡英文又对外进行了一个表态 他说可以考虑在民进党的 中职会上去演绎此事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了解蔡英文 对于特赦陈水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么特不特赦陈水扁 最终到底谁说了算 首先我想我们要先让观众朋友了解 就是说所谓特不特赦陈水扁 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所谓特赦是这个人呢 他已经被定了罪 判了刑 然后呢 针对他的刑本身来做特赦 但是他的罪 这个当事人必须要先认罪 那我们现在看到陈水扁的态度是 他不认罪 所有他过去已经被判了刑 定了罪的案子呢 他不认罪 而且还有很多的案子是 目前没有审完 因为号称是他身体啊 这个有问题 健康为由呢 现在都终止审理的这些案子 所以呢 你很多案子根本还没判刑啊 那你到底要怎么特赦呢 难道是以后所有碰到陈水扁的案子 通通都无罪 法律碰到阿扁就转弯吗 所以这是第一点 我们要先来厘清的 那么第二点 蔡英文本身的态度是什么 蔡英文当然是不希望这个议题发酵 因为对蔡英文来讲 这个所谓特赦陈水扁是谁在吵啊 是这个所谓台独基本交易派在吵 是民进党一些在地方上 需要靠台独基本交易派 来选举的这些地方政客在吵 以及幕后的引武者 就是陈水扁本人在吵 那么陈水扁本人 为什么希望这个议题能够发酵呢 因为陈水扁他有两个 这个他想要达到的目标 第一个就是保命 毕竟到今天为止还是戴罪之身 他希望能够透过特赦 连根拔起 让他能够真正的逍遥自在 第二点 就是目前虽然阿扁呢 也是好像到处爬爬奏 但是呢 阿扁他今天能够爬爬奏的一个理由啊 是因为他需要这个治病 所以呢严格上来讲不能参与任何和政治有关的活动 那现在如果特赦了陈水扁 就表示阿扁可以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咯 他就能够出来大放居词咯 那对蔡英文来讲呢 现在已经有一个赖清德 动不动会爆出 他是台独的政治工作者 这些和蔡英文好像看起来论调不是一样的话 那如果再蹦出一个陈水扁 天天给你做政治演讲 政治宣传 又给你蹦出一个一边一国公投制限等话题 那蔡英文不是给自己添麻烦吗 那陈水扁到时候啊 透过这些政治宣传呢 又希望带领他的子弟兵 回到民进党内和蔡英文来分食权力 这比那个远在天边的台独教父李登辉啊 对蔡英文来讲 这个权力的威胁性是更直接的 更迫切的 所以从蔡英文的角度 他当然不希望特赦陈水扁 而蔡英文现在呢只是缓兵之计 到底特赦陈水扁谁说了算 当然最后还是蔡英文说了算 既不是阿扁说了算 也不是民进党这些代表说了算 最后还是要回到台湾的领导人 蔡英文他的权力 也就是说蔡英文有这样的一个权力 决定是否可以特赦陈水扁 但是蔡英文的态度呢 一直是不明朗的 所以才会让这样的一个议题呢 抑制白热化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呢这个陈水扁的状况呢 确确实实是这个吸引了台湾的 很多人的这个眼球 因为陈水扁呢有一批这个死忠的支持者 那么这批人呢就认为这个 陈水扁呢是受到这个不白之冤 是这个受到各方面政治原因呢 这个被抓到监狱里面去的 其实呢这个台湾的很多老百姓呢都知道 这个陈水扁这个贪腐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而且呢我们通过各种的这个渠道呢 确实也验证了他的这些这个贪腐的这种证据 最终呢这个陈水扁包括他的夫人吴淑珍呢 在这个某些的这个犯罪事实面前呢 已经确认了自己的这个犯罪的这个 这个实际的这个罪行了 那么只是还有一些案件呢还没有进行审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陈水扁呢一直就在提到 自己是受到了这个政治追杀 希望呢这个通过特赦的方法呢 让自己恢复所有的清白 那么这样的一个特赦一旦做出来之后呢 本身对于陈水扁来讲 他又恢复了在政上的活力 那么他又可以领导着他这一帮人呢 在台湾的政坛里边发挥他既有的这个作用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陈水扁及他的支持者都希望陈水扁得到特赦 那么这帮支持者呢由于是死忠者 那么他们的这个鼓动力量呢 和他的组织力量呢非常之强大 他的投票力量呢也非常之强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一般的这个担任民进党的领导人 或者是独派的这些人物啊 都不敢得罪陈水扁这一派系 及其这个支持者 那么只有迎合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说不难看出蔡英文为什么在态度上非常的模糊 因为他也想利用这方面的人物的影响力 来对他的执政进行一个支持 是的 那我们看到现在无论是陈水扁 已经是涉案被定罪的这样的一个卸任的政治人物 还是说马英九一直非常清廉 但是却被民进党进行政治追杀 扣了很多莫许有的罪名这样的一个卸任的领导人 他们的遭遇和他们的现状 有很多人都认为说 只要当上了台湾的执政者 台湾的领导人 那么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评论 台湾的这个社会呢 是一个高度政治对立的一个社会 也是一个制造政治明星 毁灭政治明星的这样一个社会 那么这个社会里边呢 它是一个民粹作为主调的一个社会 这个社会里面缺乏的是理性和专业 不管是涉及到这个刑事方面的案件 还是涉及到选举方面的事件 以及涉及到投资 以及诸多方面的一些问题 都可能会产生民粹的这种这个行为和效果 台湾的投资环境恶劣 台湾的政治环境恶劣 台湾的司法环境恶劣 其根源上的最根本的问题 就都是来自于其民粹的问题 这个呢 他们总是在外面找一些理由 认为这些问题是大陆打压的原因 是其他方面的原因 是怎么样一个原因 总之最根本的原因在台湾自身 是由于它这种民粹社会 自己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是由于自己内部高度的政治对立 和进行这个政治博弈过程当中 为了追求自己权利 不惜一切代价 所做出的一个结果 马英九与陈水扁将何去何从 这又会对民进党当局执政 产生哪些影响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宣扬所谓的民主 但实质上其实是民粹 是的 那我们看到现在有评论认为说 如果处理不好 马英九和陈水扁的问题 对于蔡英文来说呢 他就会四面楚歌 而现在陈水扁和马英九的 这样的一个议题呢 也成为蔡英文的烫手山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论出现 这样两个卸任领导人的议题 会给蔡英文的执政 带来什么样的困境 刚刚朱教授谈到了台湾的民粹 对台湾的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 实际上我们看到陈水扁的特赦问题 以及所谓对马英九的追杀问题 都是民粹的一个表现 到目前为止 到底是谁在吵这个 所谓陈水扁要不要特赦 或者是马英九有罪没罪 要把他抓去关呢 其实就是那一帮的台独的 基本教义派嘛 就刚刚我们谈到的 这个所谓死忠的 深绿的投票部队 但是既然是投票部队 那它的重要性就显现在 当民进党执政不利的时候啊 就只能够去拥抱这一群 当年号称所谓肚子扁扁 也要投阿扁的这种死忠部队 对当年的陈水扁如此 对现在的蔡英文同样如此 所以呢过去马英九在执政 那大家就会认为说 国民党在这个执政就比较吃亏 很多问题出现呢 大家通通就把希望寄托到蔡英文 这个当时看起来好像呢 维持现状 漂漂亮亮也不激进的 一个这个蔡小姐身上 那现在蔡英文执政已经不行了 所以这一群死忠部队呢 它的重要性就提升了 也因此 他们现在炒出来的这个伪命题呢 变成好像真的是一个 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了 那对蔡英文来说 它的难就难在 如果真的特赦了陈水扁 那么第一 刚刚我所提到的 陈水扁马上回到民进党 和他分食权利 那么又是这个民进党党内的各派系 所有对蔡英文不满的 奉陈水扁为领袖 那对蔡英文来讲 是全力的直接受到威胁 那么对于马英九这个问题来讲 如果真的为了迎合 这一些深绿的死忠支持者 然后呢去把马英九抓起来 那么对台湾社会来讲 未必会认为蔡英文是合理 而且很有可能是同情马英九的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一年下来呢 民进党蔡英文呢 对国民党的党产进行追杀 那一般民众可能觉得说 哎呀那个党产是很久以前的事 好像确实过去国民党威权时代 有一些问题也应该要好好厘清一下 所以大家好像还觉得蔡英文有礼 但是对于马英九来讲呢 多数民众到今天为止 大家痛恨马英九也好 批评马英九也好 通常是认为他无能 认为马英九该做的不做 认为马英九是个法匠 自己自绑手脚 但从来没有人认为 马英九做奸犯科啊 从来没有人认为 马英九是一个贪污分子啊 多数民意呢 他还是会觉得 马英九他千错万错 他不是一个贪污犯 所以今天如果硬要用什么 贪污罪什么的 去把马英九抓起来 那马上台湾社会的一个本质 就是同情被害者 那么这个政治悲情 过去蔡英文塑造的是 国民党打压民进党 国民党打压太阳花 但是现在倒过来了 如果真的把马英九抓起来 那变成是你蔡英文打压马英九了 变成是你民进党执政不力 现在还要拿马英九 做你的政治体缓机啊 所以呢这两件事情 不管是特赦成这边也好 或者把马英九硬抓起来也好 对于中间选民来讲是不能接受的 而蔡英文如果为了去讨好深律 而在中间选民这里呢 他要大量流失 而且更大的关键是还引进了一个陈水扁 来和他抢权力 这对蔡英文来说真的是难上加难 也就是说一方面蔡英文可能会失去中间选民对他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呢又会失去陈水扁派系对他的支持 那对于蔡英文的执政或者是面对未来的选举的话 那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蔡英文应该如何来处理这样的棘手的问题呢 所以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 这个蔡英文就会在有些问题里边呢 这个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在有些问题里边呢 这个重点施打 比如说在涉及到这个陈水扁赦免的问题里边 那就会雷声大雨点小 该谈的这个姿态呢是要谈出来 该做的事情呢确实一点也不做 那么至于到这个中间选民这一部分呢 他在涉及到两岸呀 或者涉及到这个其他的一些方面的时候呢 就会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轻柔的语言 比较这个中性的语言来表达他的这样一些想法 以致呢让这个中间的选民呢 认为到这个蔡英文呢 在两岸里面呢也是比较温和的 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这个两岸里面呢 做的一些事情呢 却是文化台独不断地往前推进 在两岸关系的这个交流部分呢 这个不断地进行缩减 然后呢这个以此呢 内外的这个一个区别呢 使得这个他的中间选民们造成一个错觉 就是蔡英文还是可以给他投票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都是一些政治的一些操作 通过这些政治操作的方法呢 来获取选票 这个呢和陈水扁当年是一样的 陈水扁当年就曾经讲过 这个人家都说我是这个 采取了这样的一些方法来骗选票 但是我毕竟还是当选了 那还能怎么样 所以这个话呢 就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这个选举社会里边 尤其是民进党 尤其是陈水扁那个时期 包括现在这个时期里边 选举过程当中 政客所表达出来的这种心态和他的做法 如果说轻轻放下 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可以骗取那么多的选票的话 那么台湾民众 您觉得现在还是理智的投票吗 台湾民众的这个投票 本身就存在着非理性的这个层面 我们刚才也提到 它本身这个现在的台湾社会呢 就是一个民粹的社会 它不是一个充满理性和专业的社会 那么这样的一个社会 本身它有它的不成熟性 这个不成熟性呢 使得这个台湾岛内的很多人痛心疾首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台湾的很多有识之士 纷纷地离开台湾到外地去发展 台湾的年轻人呢 也开始纷纷地到外地去 这个寻求自己的工作机会 和生活的新的这个归宿 那么台湾呢 慢慢地这个变成了一个老人 和这个小孩的这样一个待的一个地方 它的竞争力呢 在慢慢地减少和这个丧失 原因就在于民粹的社会 最终给台湾带不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们看到蔡英文一直以来的民调 她是走着这样的一个下滑的趋势的 那么蔡英文不但没有处理好两岸关系 那么在提升经济啊 还有处理内政问题上呢 都很乏力 现在又面对着马英九和陈水扁 这样两大议题 而且直接关系到她的支持率和选票的 这样的两大议题 所以说如果处理不好这些议题 对于未来蔡英文的执政 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影响 是我们刚刚已经都提到了 蔡英文的执政法力 在经济上的没有表现 在最近她双十级的演讲呢 很多人就戏称说 这个演讲内容把它摊开来看 和她一年多前刚刚就职的 520就职演说几乎一样啊 也就是这个同样的话再讲一遍 到底做了多少 而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在当初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还可以靠着这个 好像塑造出被国民党迫害 然后去煽动太阳花 然后把所有对马英九的不满 通通移转到蔡英文能够胜选 在当时能够这样操作 但是现在蔡英文已经是执政者了 那大家就要看你到底端出了什么成绩单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来分析 所谓台湾是个选举社会 中间选民 一般的民众对蔡英文开始失望 觉得她在执政上的表现 其实也普普 而且呢 在两岸关系上表现得比过去还差 那么所谓的维持现状 现状根本没有维持啊 如果蔡英文还真的去追杀了马英九 那更会引起大家联想起 当年马英九时代 再怎么样嫌马英九无能 再怎么样认为马英九该做了不做 但是至少两岸关系 台湾的经济的状况 好像没有现在这么惨 这么看不到希望啊 所以呢 在马英九的问题上呢 蔡英文是绝对不希望 把他真的炒作起来 以免大家真的去拿马英九 和他做比较 但是呢 在选举上 中间选民不支持蔡英文 那能怎么办呢 深蓝的不可能买蔡英文的单嘛 那只有深绿的会买他的单 那么深绿现在在吵的话题 就是我们节目所讨论的 陈水扁特赦 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追杀马英九啊 但是蔡英文又不能去做 那他只有一条路了 就是用别的方式来要深绿闭嘴 那怎么让深绿闭嘴呢 就是表现出我蔡英文啊 虽然好像没有处理陈水扁的特赦 没有抓马英九 但是我表现得更绿 所以呢 刚刚我们提到的 蔡英文现在呢 还是用一些文青式的语言啊 讲一些好听的话 在两岸关系上表现得 好像比较理性克制 但是呢 未来很有可能 为了去讨好深绿 让深绿能够闭嘴 他必须要把话讲得更狠啦 所以比如说在压力下 我们不会屈服啦 我们不会屈服于 这个对岸的压力啦 然后在文化台独上 做得更狠 甚至去擦边球的 碰触到法理台独 那尤其最近我们看到 新闻报道出来了 这个已经传出说 民进党呢 在研究怎么样 公投榜大选 这是在明年地方要选举 在两年后 台湾领导人又要选举 那么同样的老招 又再度浮现了 就是公投牌啦 那这个公投牌的内容 会是什么 是现在已经提出的 所谓限改 降低这个投票的年龄 还是更这个 令我们觉得敏感的 领土变更等等的 这些法理台独的擦边球呢 我想这个是我们后续 大家应该要关注的 一个可能演变的趋势 也就是说蔡英文当局 未来的执政呢 还有很多观察点 值得我们去观察 目前她面临的 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执政的现状呢 蔡英文本人 应该会很头疼 好的 非常感谢 二位嘉宾对上话题 给出了解析 谢谢 谢谢李红 谢谢朱教授 观众朋友我们再见 谢谢明中 明中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